那個蠻麻煩 不知道我還有一個印象 非常有印象 對對對對 我那時候推薦詞是用英文寫的 對對對 後來翻成這個中文 覺得非常 好像那種國外專家學者的感覺 因為文法是英文的 是不是 但是不錯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很不錯 因為我那時候看電子稿的時候就覺得很適合 是 謝謝你們 不會 我們剛好也有帶一些就是 我們出展的時候在一些社會企業 這些地方創生的 是是是是 對班老師 不過因為我們的出展品都是比較偏學術 是的是的 有 我也有參加他們的研究群的訪談 對 那些地方創生的出展品 這邊有一個無人圖書館 所以其實常常大家就是在這邊交換書 還有包含他們 對 因為我們說很多都是大專的教科 對 在社會企業 這方面 這本真的跟其他人不一樣 真的 但是他的市場好像也想要針對一些教科書的市場 對啊 對啊 因為現在其實我們新課綱上路之後 大家都需要非常多這種就是加深加動 校本創意等等 以前都可以給社團做的 現在不行了 要變成學校特發會的特點 所以如果他們學校要輔導學生創立社會 創新創業 那我覺得這個就直接有教科書的地位 提醒它是嗎 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棒 以教科書來講是創新的 他們發現如果你只是像以前那種上課的模式 就告訴同學說 社會企業的第一次是甚麼 我們社會企業有哪些團員的 好像反而進入 對對對 他們覺得用這個東西 好像比較能夠像學生來瞭解 是啊 我們自己開放政府的教材也都是畫成漫畫 真的 就那個暴水軟體案 那現在正在畫的那個故宮的收票 碟子收票改造 不然就你開始講一大堆學歷 什麼同名參與當辙 什麼沒有人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這個也是算是回禮吧 謝謝 我們有出各國語言的版本 因為我們現在國家語言法 所以就是有台語、有客家話 然後有甚至阿美族語 真的喔 什麼都有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除了出版社之外 其實我們另外在全台灣大概二十一所大學 裡面有這個校園數據 對 所以我們公司就分成兩個事業 所以在這個校園數據這一塊 其實我們跟大學一樣是很深 OK 然後我本身是 算是七月二兩公司已經四十年 嗯 四十四年了 四十四年了 OK 那其實在那個 社會企有什麼 其實我 我一個國中同學叫做陳伯手 是是是 阿伯手那當然很小 因為我常跟他臉書有分享 然後又看到說 欸有跟那個 有啊有有 我們都一起到處去 去什麼阿迪斯阿貝巴 什麼之類的 對 所以他好像一直在 社會系的這個領域 對 他貢獻非常大 嗯 那 那 有時候知道他還敢 哈哈哈哈 所以 後方者都是比較辛苦 哈哈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 超過 百分之三十三的人 知道社會企業是 什麼了 對所以 這個再出版之後 我們應該 過一兩年就會 過百分之五十 那樣我們就是主流了 然後其他人就要問 為什麼你的企業 沒有社會價值這樣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像這樣 社會企業跟社會創新 對 它這兩個部分 其實是有連結的 有啊有 當然 社會企業是一種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的概念就是 一些新的組織模式 那這種組織模式 是大家都可以參與 而且對大家都要好處 就這樣 這個定義非常簡單 就是眾人知識 眾人主持 那社會企業 是一種社會創新 就是運用 跟市場互動 來搭乘 眾人知識 眾人主持的這個目標 嗯 但是像 舉例來講 像比特幣 它也是眾人知識 眾人主持 可是它就比較不會被 碩士捨棄 因為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放得放哪裡去了 所以 它就是 總本從發明之後 就不見了 所以它是一個社創 可是它沒有一家公司 也沒有一個 單一的型態 它就是一個網路社群 所以就是說 社創組織的形式非常多元 但是 註冊成為一家企業 是其中一種組織形式 這樣 現在看起來社會企業 感覺也是比較多年輕人 在創業 對 不過沒有啦 台灣的話 他們不會自己把自己叫捨棄 但是像 寫漢兒啊 李仁啊 就是 慈濟大愛感恩科技啊 這些其實都已經非常久了 都二十年以上了 對 所以我想 像主婦聯盟 這個消費合作社嘛 那這些綠主張什麼 這些都符合眾人知識 眾人組織的這個定義 那他們也跟市場有營運 就是產品或者服務 所以他們一定是捨棄 只是當年還沒有捨棄這個字 所以不會自己這樣形容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兩代 就是 比較前輩們那一代 用的是合作社的型態 或者是基金會的型態 那現在新的這一代 常常有的會用開始用公司的型態 或甚至連公司都不用 就是一個群幕 然後就 就做一些事情了 對 就是它的方式更鬆散 那以前都是大家要 就是可能新港 我們叫基金會 要一次辦活動 對 那也是 社會企業啊 絕對沒有 不符合社會企業的定義 是 對 好解 我們這邊好像有準備一些問題 想要 來 請 想請教育一下 就是關於社會企業 就是說 因為感覺就是這幾年 就是大家都很合謀的 對 那這樣一個前景發展的情況下 會不會有碰到什麼樣的一個瓶頸 或者困難 因為感覺上 就好像是很多都是年輕人 在投入這一塊 那可是好像他沒有 會碰到一些問題 是在你的 對 其實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說 他在接受 他比方說 市場的融資 或者是說 他在接受 所謂的 他在供應鏈裡面 找到一個價值位置 等等 的這個 就是他的價值主張 要怎麼樣換算成 他在這個市場裡面的一個 生態的一個位置 這件事情是比較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現在 像我們每一年會辦那個 亞太社創的合作獎 我們都不是搬給一家公司 或者是一個團體 我們辦的都是給一個合作關係 舉例來講 像 家樂福跟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這兩個 你比較根本不會想在一起的組織 就一起弄了一個社會創新 有點像跨業 對 就是一個所謂飛龍四雞蛋 的這樣子一個倡議 那這個倡議裡面 當然又會開始有很多 就是有社會價值的企業 開始加入 所以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現有的已經很大的 其實家樂福真的蠻大的 那然後以及現有的 已經很有社會號召力的 像動社 其實也有很多人支持 那這兩個能夠加在一起 他們以前倡議的做倡議 做貿易的做貿易嘛 那但是社會跟企業 這兩個中間是靠創新把它連在一起 所以只要這樣連在一起之後 這邊就是你做飛龍四雞蛋的朋友們 才會覺得 那我有利可圖 我至少一個生產線 來生產飛龍四的雞蛋 那這個倡議 就慢慢改變大家的觀念 那這個時候這個倡議 就變成有社會企業存在的空間 那大家如果買雞蛋只選便宜的 那其實一開始這個空間就沒有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本來只盈利而不太管社會價值 跟只管社會價值倡議 但是跟市場沒關係的組織 能夠多藉由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來創造出這個生產線 來解決剛剛講的就是 融資跟市場可進行的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是我們 像透過Buyin Power啊 就是採購獎勵啊等等 大概都是在做同一塊的這個解決 像是就是可以讓比較年輕人知道說 他們如果想要走社會這塊 而且要走得持久的話 那其實應該去找一些比較大的公司 就是比較有財運費 一個是大的公司嘛 然後一個是大的倡議團體 這兩個是就是缺一不可 因為這個是社會進步的方向 那這個是經濟就是規模嘛 對那你這兩個以前都各做各的 最多這邊賺錢的時候捐一點 那其實除了這種CSR之外 大概就比較少連結 那現在是說我們一起來做一個新的產品企業 或做一個新的服務的設計 然後讓您剛剛講的想要創業的朋友們 也不一定是年輕人 也看到很多人 他是退休之後全新投入這個 這個也是用 所以就是一個輕盈共創嘛 就是這樣一個概念 那如果就我們出版業來看的話 對我們出版業他就可以做什麼樣的一個 跟設計有關的一些 我覺得協助倡議就已經是非常好的 因為出版業也是廣業來講也是媒體的一環嘛 對所以就是說讓大家的這個awareness 因為設計以前最大的困難就是在 像我剛接任的時候 台灣大概五個人裡面不知道有沒有一個 知道社會企業是什麼 所以當一個就是組織他說 那我現在推出一個有社會價值的產品 或服務的時候 大家不會認識到說 這件事情它是什麼 而且大家也不會認識到說 它是社會企業的意思表示我有參與的權利 表示我如果care他怎麼做出來的話 那我可以跟這些倡議者們 這個取得第一手的資訊 他不是只是想賣給我東西 他是想要建立一個新的觀念 那我也可以來加入這個觀念倡導等等 在五個人裡面有四個人不知道後面這些部分 那個時候 那所以這個時候像出版界 好比像說像社企流 社企流就是會一直去架網站 然後會一直辦活動 那像聯合報的那個願景工程 他們也會一直去用紙本 印在他們聯合報的某個特定的版面上面 去告訴大家說 這個幸運小鐵魚是怎麼運作的啊 或者是什麼Pathagosia是怎麼運作的 就是用一些國外的案例 那慢慢等我們國內開始有自己的案例了 好比像說仙如芳這個他可以就是拯救一家快要被貝格抵制倒台的路易莎咖啡 等等的這種本土的案例 天河鮮霧開始跟全家合作等等 那等我們本土案例開始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盡量去放大這些本土的案例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例的傳播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中介組織的這樣一個角色 讓本來不知道可以這樣做的人知道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是就是傳播者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位置 我想說我們剛剛總經有一天我們全省們是有21間學校 其實是有23個的 因為有些學校是有分校 那也在想說我們公司這邊就是除了出版段也有的四段 尤其是跟學校年輕人很緊密的一個結合 那對於我們公司來講我們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有什麼樣可以來做 像剛剛講天河鮮霧他們有一陣子就在他們旗艦點 就專門放那個SDG12的那個logo 就是循環經濟嘛 對就是生產消費的負責任的循環 那所以它的那個專櫃放的 就都是它可以證明它的這個生產過程裡面 它不會造成環境或社會的負擔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如果你買一個巧克力 它既沒有破壞環境 它也沒有用什麼類似什麼同工啊 奴隸啊什麼有的沒有的 那種東西 就是它是公平的貿易 對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大家看到這個logo就會開始想到說 那我平常在買東西的時候 我是不是正在造成別的社會或環境的負擔呢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概念就真直人心 對所以我覺得像這樣一種專櫃 像加勒服也有類似的這個arrangement 所以我就說這17項永續發展目標 你隨便挑一下都可以用來策展 那它比方說SDG12 那就是循環經濟相關的 那SDG11就是地方創生相關的 那SDG3那當然我們現在最紅的啦 就是公共衛生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SDG16可能就是開放政府等等 所以我並不是說你17個包山包海都要做 那也許你挑一個然後弄一個專櫃 讓大家本來不了解說原來這些加在一起 是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就很有幫助 那當然其實我了解也有很多人像氣候變遷 已經就是不需要我們宣導已經在這樣子做了 但是氣候變遷當然是很重要 只是它就17個裡面的一個嘛 那另外16個大概也都可以做在一起 是 我覺得現在宣傳的特寡方式很重要 其實我們出來的時候從 大概2030年前就開始出這種非營地的 對呀 然後到這幾年開始有這個社會企業 但是其實說實在 老實說其實它一直接觸到的都是 應該說經濟塔可能頂端這些 因為學術類型的書嘛 是啊 但是它其他的可能它沒有傳播到 可能更多的 這些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 其實大家可能 營收可能也比較少 是啊 像其實像我們目前的出版來講的話 這公司它的營業也一直在萎縮 所以這個我覺得的話 就是如果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說透過一些其他的方式來 創新的選擇 是啊 而且以12年國教來講的話 像這個也許可能四年級就已經可以看了 或者甚至三年級說不定都已經可以看了 在那個時候其實不會是純數位的 所以大家還是會有一些資本 然後會有一些可操作 像桌遊就是那個年齡層是非常喜歡的 你隨便用桌遊教他們什麼都會學會這樣 沒錯 因為那時候就是正在社會化的時期嘛 對 就是說那嚴格來講那個也算出版品 也是直印出來的嘛 對 只是說你要有很多互動商的設計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不會因為它是紙本的 就沒有人用或沒有人看 重點還是在說那個紙本怎麼樣整合到 它的學習情境裡面 那它的學習情境只要整合得進去 我覺得那個量就不是問題 因為本來我們12年國教新科科 就是要鼓勵這樣子的東西 對 那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多跟像學校的課發會 或者是一些倡議團體 他們已經走進校園去開自己的 所謂的校定必修啊 或者校定選修加式加工這些課程 那反過來去說 欸那它似乎有研發一些教材 這些都還不錯啊 那你把它印成專屬嘛 對那這個東西它就類似像 就是工具箱 那所有想要用類似的教法教的 然後它都有一個直接的教材可以用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有一個橫向傳播 不是說等那個國教院 就是以前的國立院議員說這個一定要用 它不是課本啦 它是補充教材 可是有一些補充教材真的就很紅 那就大家都會用這樣子 對 桌遊真的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但是這次疫情好像也很多就是改什麼 線上 現在是 現在是 我們常常出來是比較難發展這個區塊 就是我們其實有在這個 比如說電子書啦 或者說線上的課程 但是因為可能缺乏新的工資啊 或者說專業的人員 技術人員 所以其實在發展這塊來講 我們現在是會有些比較辛苦的地方 我覺得漫畫或專業是比較可行的 就是你們現有的生產業就可以生產 對 對 這次也是我們一個新的場市啊 這是我們主標 謝謝謝謝 對 但是他有他在跟那個 作者阿堅在 尤其 OK 因為聽良心說 剛剛跟韋雲 聽韋雲這樣解釋下來 社會企業這個東西 我發現要解釋 他其實 語言轉化很重要 因為我聽韋雲講 我就大概知道是這個樣子 但是之前跟這些老師講 坦白說他們講社會企業 講完一輪以後 對 因為他們的定義要非常精確 對 對 對 有很多條件 但是剛剛很簡單的幾句話 就描述完社會創新跟社會經 對 然後我就想到說 其實這個概念的推廣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怎麼樣去轉化這個樣子 對 你剛剛講的話 好像在抖定你之前的一些事 沒有沒有 他講那種是OK的 因為 就是說這是研討會用的 就是已經把知識推進到一個程度 所以他們每一本都要再往前推進 但我們沒有 我們是普吉他而已 這個東西要怎麼樣拉出來 讓一般人可以吸收 可以那個是另外一種功夫 所以剛才某人一講完 社會創新跟社會經 就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就解釋出來了 對 所以社氣態也會分手 比如說學人派 我感覺其實 因為那時候跟我手在交流 我感覺他也不是很 會去接觸這種所謂的教授 嗯 感覺他好像也對這種 可能是不是因為這樣 因為其實也不是說學院派 而是說 本來在台灣就有不同的 像我剛剛講的不同的世代 就是說 合作運動那是一個世代 但是到我這個年紀就是三十幾歲 其實我們記得合作社 都只剩信用合作社跟消費合作社 對 而且消費合作社一定就是支持學校的那種 而且現在好像也都倒得差不多 對 對 所以我們對地區的社區合作社 產銷合作社 運輸合作社 勞動合作社 可以說是我們成長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接觸的 對 但是就是說 看到憲法寫說 國家應講諸如此合作事業 不知道在寫什麼 對 所以就是說 就是說合作的那個 就比較像是 歐洲一些地方的那個運動 像法國的社會企業的法案 其實它就是叫做團結經濟 然後它就是把合作社擴充 變成社會企業 那這是一個流派 那從美國那邊當然就是 他們都是賺錢 那賺錢就是 隨便破壞環境無所謂 那但是有一天他們發現說 不行這樣破壞下去 他們股東的孫子大概就已經 用不到他們的產品 因為地球要沒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強調說 所謂的ESG 所謂的三重底線 就是你要賺錢 但是也要賺社會資本 但是也要賺環境的永續 這三個要一起賺 你不能賺一個然後賠 另外兩個賠很多 所以它還是要賺錢 你沒有要放掉賺錢的這件事情 只是說你不能讓後代的人賠錢 大概是這個想法 所以就是美國的這種想法 就是從這邊來 那當然還有就是 傳統上就是我們所謂的 像喜漢兒 他們本來是 有一點像是職業職能輔助 但是後來他們就發現說 不對啊 喜漢兒畫出來的藝術品 別人畫不出來 沒有它的利益存在 所以它就翻轉發現說 裡面有一些產品線 它其實真的是有錢可以賺 但它本來還是一個以救助為宗旨 的一個 charity 的一個慈善團體 只是突然它現在開始有產品跟服務 像現在講到喜漢兒 大家都一定想到餅乾 或者是麵包 對 所以說你已經定型了 想到喜漢兒就覺得 欸對他們很會搞麵包 所以這件事情也變成社會企業 所以從合作組織來 從慈善團體來 從營利團體來 本來就是三種接近社會企業的方法 所以在學院裡面 也有不同的流派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就是專門研究這三種轉型 可是它轉型的方法完全不一樣 所以就會變成說 就是一個社會企業各自表述 這樣子 沒錯 對 因為就我們目前所出的書 大部分都是比較是 老師學者他們出的書 對 然後從彈化這邊開始做新的嘗試 所以我們也是在想說 那我們在色契這一塊的出版議題方面 有沒有還有哪些東西是可以來出 然後可以讓一般民眾 甚至說它可以變成是 可能是教科書的一種 是想請教委員 可以啊 我覺得其實現成的材料是很多的 像我們前兩年舉辦的生物企業高峰會 其實都有累積很多東西出來 現在的問題只是說 要需要有一個做一個概念的一個策展人 把它變成篇幅剛好的這個程度 因為一大本論文集是不會有人看的 那我們一大堆PowerPoint也不會有人看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策展人去做編輯 那我想色契流是一直都是就是公共主辦 所以如果你們就是跟色契流聊一下的話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有一些想法 對 對 色契流有非常非常多 content 對 那這是一個 那還有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目前的營運團隊 有一個叫做npost 那也是就是線上NPO相關的 那他們最近也一直很在關注說 NPO怎麼規模化 因為你要照顧一個小地方的一些人是不困難 可是如果你就是想要用你的模式擴散出去 就是賣的不是服務而是模式的話 那是就不容易 像時間銀行或者是這一類的 就是說你在一個小地方做出或社區貨幣 或什麼就是像什麼打務幣啊 什麼之類的東西 就是說你一個地方做 那就是領頭的那幾個人不在了 大概也就做不下去 但是如果它變成一個模式規模化之後 那大家都可以在各地試這種模式 那試出來的就 就還是Credit還是本來發明的嘛 像尤路斯發明這個microfinancing 不管你在哪裡做microfinancing都會說是尤路斯模式的發明 所以這個就比他自己經營那個像 相存銀行的那個價值要更永續 所以Npost就花很多時間做這種事情 所以它不會一定叫社區 因為它創新出來的東西不一定賣 對它很可能只是一種像時間銀行是換工嘛 對那一種換工的方法 對那但是我想社創是各種各樣都有 所以如果你就是可以跟Npost跟社區有多聊的話 他們已經有很多題材 只是說你要挑哪些是適合變成這種形式的這樣 對這可能就是主編的工作 我們都很熟 所以就是隨時就是如果 對對對 對對對 其實他們自己一開始也是看到就是在中文的市場裡面 其實是沒有人在做這一塊 所以他們做的時候那時候就是一片藍海 對那現在當然因為新的題目一直出現 那像永續發展目標 他們剛開始做社區的時候也還沒有人去發展目標 那現在永續發展目標變成共同語言 所以每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像剛講循環經濟成鄉的創生什麼 就開始有自己的不同的專門的媒體來做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講這個概念的普及化的這個市場還沒有飽和 所以你們進來的話我覺得還是有空間 滿大的空間 其實政府有沒有相關的一些專案 有啊 很多啊 非常多 對 都在我們社創平台上面都可以看到 對 那大概分成就是教育部的所主導的 就是包含大學社會責任嘛 然後YouStart的就是社會創業嘛 然後還有就是當然新課剛出來之後 新課剛相關的一些教師加工配套等等 這邊大概都是教育部這一塊 那這部分其實資源非常多 那大學社會責任其實相信你們 有聽過就是每一個學校都要弄個社會事業 不一定是企業啦 但是把社會事業做成它的學程嘛 對 那這個也是這樣子的社會創新的一個一環 那另外一支就是比較大的 就是我們在經濟部就是中校企業處 那它是對於已經在做社會企業 它在創業的過程裡面 會特別去給予它比方的信用保證 那或者是像雨傘銀行或者是王道銀行 或什麼一些其他的銀行 都是說如果你在做的事情 跟工部門在做的解決環境社會問題 本來就有所重疊 那即使你最後公司倒了 你過程裡也是解決問題嘛 所以這個時候工部門就會出來 不管是中校企業信保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等等 就會出來說那我來做保 如果它倒了我來付銀行的錢 那這樣它就可以用非常非常低的利率去 因為它就算倒了也解決了社會問題 所以工部門我們反正也是要解決這件事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甘願幫它做吧 這樣子 所以大概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提供資源 之前他們跟文化部有做的比較多 對當然因為你們的物理事業主管機關是文化部 文化部也有做像青年的返鄉的村落行動 然後或者是一些 不過他們在做的我覺得比較是理念能倡導 就是讓大家知道有這件事情可以做 他們比較是用講註的方式 就是說你做到了那做得很好 我就跟你講獎金 那當然可能也因為和銷比較容易 對 那比較不是剛剛講的就是以貸款 這些經濟手段為主 當然文化部開始貸款也好像哪裡怪 對 想像用人參與人參與 對對對沒錯 因為文策院它的目的其實是去找出 台灣這邊的不管哪一種文化可以放大的地方 在國際上面去給它舞台去讓它放大 所以我會覺得未來文策院也是你們的一個 natural ally 是一個很自然的可以合作的對象 因為目前文化部也是都在積極的拓展海外 帶台灣的出版公司也出去 只是覺得說文化部那邊大部分都是 比較是一般民眾看的書 嗯 那其實國內很多學術單位研究者他們 就是比較走在前端啦 然後會出一些相關的學術理論相關的書 那可能在這一方面可能 比較文化部比較沒有辦法把 國內學者一些研究的成果 帶出去讓國外知道 就是要找到轉譯者啦 好比想要找到導演來拍那個《傀儡王》嘛 對不對 那也是很精緻的考證出來的東西啊 對 那但是就是那個小說 確實你印成這樣子 會看的就是這些人 但是變成類似時代劇 就這樣子 那當然能夠看的就是所有人 包括國外的朋友 對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是像這樣子一種就是 模式的轉譯啦 就是從 嗯 像其實返校也是非常好的例子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些跨不同的業態的 我覺得就是各位的角色 其實是有點像一個策展人 就是你們找出有根的東西 然後去試著要更多人能夠接受 那這樣的話其實老師們我覺得 還是可以來確保他的正確性 這個還是很重要 嗯 嗯 就不要誤人自立 對 我是覺得老師們的 真的主要扮演的角色就是 讓我們用的概念是精確的 嗯 但是怎麼樣包裝 怎麼樣變成大家親切移動 那就是不同的專業 嗯 沒錯 因為其實就以出版面來講的話 其實這兩塊的出版 在台灣來講也都是分開的 嗯 就是專業書跟《傻儡書》的出版色 尤其是《高教》這塊的出版色 它跟一般鏈頭書的這種 出版色其實是完全分開的 像我們出版色基本上 也不會去出一般市場上的一些書 但是我們出版就是這種專業 了解 就是這種書 那市場出的出版色 他也不會去出這種教科書 或是專業書 協定書 所以我覺得他就會變成說 我們在接觸 怎麼接觸起來 其實都是教授 他怎麼寫 其實有時候我們也不好去干涉 教授怎麼寫 關於他的創作 可能可以給一些建議 但是因為像台灣在出版的部分 其實對教授來談 並沒有太大的優異 所以實際上他們 我覺得 對他們最大的優勢 其實是寫生等落 所以搞到後來 我會覺得 哇 也許會鑽這樣 大概就會有這樣請 對啊 就等於講到整個 我讓你印出來了 所以其實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很多的教授市場 其實有別人可能是翻譯的 或是優惡書的 那台灣的 因為市場不大 所以台灣的老師自己寫 台灣的案例來講 好像動機也不是很大 那就是台灣隨著時間過去 大家能看優惡書的 學生越來越多了 所以 尤其是像我們這種 就是比較是 就是理工的這個學們 對 所以就是翻譯的那個高峰期 也過了很久了 對 大家都是 就湊合這個Google Translate看一下 應該就可以看得到 因為技術性的東西 Google Translate不會翻錯 對啊 對 但是文科的當然現在比較困難 對 對 那妳還有問題嗎 個人問題想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 因為社會企業 就是感覺好像 在產品的銷售上面 好像都是比一般的價格來的高 嗯 然後可是這樣感覺好像 就是一般民眾會卻步 就比較會想說 就沒有要去做購買 那這樣對社企的 他們的一個持續 那個經營下去 應該也是會有一點困難 不過我們社創家的大調查 是指出說 大概七成多八成的朋友 認同設計的理念 那在這些朋友裡面 其實大部分是願意 所謂一價購買 就是他超出5% 10%的價格 他還是會願意購買 就變成是說 是有認同的才會來購買 就是他如果說 我只喝公平貿易咖啡的話 那我就會一直認準公平貿易咖啡 即使他會就是他 但是這裡的特點就是說 它是理念先行 就是在我喝到公平貿易咖啡的時候 我要先認同公平貿易的理念 不然的話 對我來說 這是一杯比較貴的咖啡而已 對 那所以 剛剛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倡議者的重要性 不亞於大企業 就是因為這個倡議者 是讓大家體認到說 就是你在消費的過程之中 你可能會創造社會 或正向或負向的價值 那如果是正向價值的話 大家就比較願意去購買 所以我會覺得說兩部分 一部分說跟大企業合作的好處 是因為它量大 量一大你價錢自然就壓下來 因為規模經濟 所以這個是可以幫忙的部分 這個很OK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你理念倡導如果走在前面 大家很認同這個理念 那這樣它就算是兩倍或甚至五倍的價錢 那它也願意買 因為就目前感覺好像國內對於社會企業 這個理念是社會創起 還就是說法很多 就定義也是不是說很 有一個準確的一個幾個字 而且不完全是正向 當然 因為像國外它有那種B型企業 那是不是就國內 我們政府這邊是也有在進行補導 就是說你要這樣的一個認證 B型企業就是一種社會企業的類似平衡積分卡 所以它就是美國那一派的 就是你先賺錢 然後來證明說你對內對外都給得出交代 你沒有破壞社會跟環境 那個就是美國那一派的想法 對那所以B型企業當然是一支很強的社會企業的 Stateholder的厲害關係人 所以我們當然如果一個企業有B型企業認證 它在我們社會創新組織平台上面 它當然就可以直接扣上來 然後說這是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就是社會企業三個 Mission, Market, Measurement 所以Mission就是我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要去買一個目標 我要做哪個目標 Market就是產品跟服務 但是Measurement就是說 我到底我做了這樣一年 賣了一整年的服務跟產品 我到底有沒有因此 社會和環境朝著這個目標更多走一步 到底我也沒有做到我當初說我要做的事情 那那些負面的大概就是會去聚焦再說 當初我說一套但是做一套 這些社會企業 因為大家都了解到說在台灣 Social Sanction就是抵制是很厲害的 消費者抵制一家什麼飲料店的時候 動不動就可以讓一家店倒掉 對那反過來就是你一窩蜂這個想要覺得 我要支持什麼什麼東西的時候 那個力量也是很強 可是就是說我們說這個有期待就有傷害 所以就是說當你發現你那麼支持的什麼一個東西 他竟然沒有做到他當初所承諾的東西的時候 那就會立刻就是所謂粉轉黑 就會馬上變成抵制 對那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如果他當初打的是社會企業的這個招牌 那就會這個粉轉黑就會黑社會企業 這個概念 因為其實社會企業只是一個概念說 社會倡議者跟企業經營者應該來一起做些什麼 他只是這種基本的想法 但是每一個合作不一定都成功 所以失敗的話這個品牌本身也會受到傷害 但是我們目前看起來還好 就是最近大概六年來 就是就算有些失敗的case 對社會企業這個branding本身的傷害 都還是控制在兩三個百分點以內 所以應該還OK 那這股有沒有說像什麼食品的,一個什麼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我們其實你剛剛講到的B Corp就是其中一個 但是因為B Corp比較難去放在 好比像說如果你是非營利組織 B Corp那一張就比較不適合你 那可能就是用SRS之類 那或者你如果是一家很有資源的基金會 可能用SRY去算 所以現在有很多不同的認證方法 就國內 就是各種這樣子 就是絕對比那個五張EQ 現在剩三張EQ 好 還是兩張了 現在都比那個多了 所以但我們現在做法就是說 不管是怎麼樣 你就放在我們的社窗平台 那看我們si.taiwan嘛 gob.tw 四百多家有上來註冊 那你每年就把你自己的評估報告上載 那當然我不太去管你用哪一個系統的 但你必須公開給大家看到 那掛羊頭就要賣羊肉 掛狗頭看會不能賣羊肉 總之就是說 你說什麼要做到 那你連續 你一年沒有做到 我們發現了 我們就是通知你 那你兩年沒有做到就下架 而且黑名單也會公開之類 就是透過一個 就是群體自我監督的 這樣子的方法來做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剛剛講的 合作社NPO跟公司的組織型態 差異很大 你不能讓省公司的來相合作社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有一個標章 適用不同的組織型態 但如果你是公司型態 BQ是目前最有名的 很好 那最後的話想要了解一下就是 果然有沒有什麼想要出版的基因 我所有的這些就是文章什麼東西 像你看到什麼商周的專欄 或者蘋果專欄 我跟我的共同作者 都是拋棄掉就是著作財產權 所以你在網路上看到我的東西 大概你都可以印了 所以說有沒有要買另外一回事 當然是 就是做那種著作權 對對對 但我都是拋棄掉著作財產權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們已經就是有納稅 所以 所以說我是就是公務員 就是公共服務的意思 所以我這些文章什麼 其實都是公共服務的一個過程的產出 那我是覺得說 既然都已經用了大學員的錢 我不應該再主張私人的個人財產 不然似乎有公期私用之嫌 所以像我寫這些專欄 大概也都沒有拿稿費 那然後過程跟他的結果 也都是拋棄著作權 所以就是任何人想運用就拿去印就好了 因為我們之前那個誰啊 張萬一喔 另外一 另外一 也有在我們這邊出版 不過那個就是比較偏教的書 對啊 然後之前是教書 對啊 所以想說有機會的話 但你就 因為我名片上有我的網站 我網站上有包含主自稿啊 包含那個專欄文章啊 等等 那反正你看到的應該都是 幾乎都是拋棄著作權權 對 所以既然你看到想說什麼就出吧 哈哈哈哈 不用忘了 了解 今天收穫很多 謝謝 對對對 感謝各位 大家感謝 給我們的指導 不會不會 謝謝 謝謝 不過之後有機會的話也 可能需要的話再請委員幫我寫個推薦區 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當然當然很樂意 好 我夜館範圍內的我都很樂意 好 而且反正就是 其實真正的作者在那邊 哈哈哈哈 我只是亂搞而已 對 所以在這個我們小婷的能力範圍內 對 對 當然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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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